有的时候在外协会的训练当中 可能在他所在的协会 有一名主力队员 可能其他的小将 包括本土培养的运动员 会模仿他的这种打法 去进行发展 其实在这次事业比赛 我们也是更多地期待 看一看孙颖莎 在前一段很多网友 也都在关心莎莎的状态 包括受到了一些 确实受到了一些冲击 尤其是现在在实力派的 鼎盛的这么一个氛围下 我认为作为莎莎来说 一支独秀 莎莎也确实属于前三板 包括正手比较好的选手 所以她也前一段 确实在一些WTT的比赛 受到了一出冲击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 在这次封闭训练中 莎莎在这个问题上 是否可以解决一下 是 强者永远都是要 在一个阶段之后再出发 对 其实她遇到一些瓶颈 尤其是技术瓶颈 我觉得很正常 毕竟你没有冲到最顶峰 对吧 那你肯定是只是冲到了第一个高峰 你现在莎莎的位置也 其实我认为挺难受的 她第一个高峰 站在了世界排名第一 那其他的人在跟她打的时候 肯定都是冲击她的状态 那她跟之前她去拼别人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在技术上 包括心态上 你可以有更好的一个 更大的突破 其实你才能有一个 更高的这个高峰吧 再攀高峰 对 毕竟还是很年轻 刚刚开局后 感觉双方的相持 还是有一些的 这一次感觉这个裁判 对这个发球的判法 还是挺严的 就一直在说这个 左手折腾 非这个非吃拍手 是否有这个快速地拿开 这两个球都是高球 其实有时候 大场局是这样的 高球还真不好拉 有点拼 越是高球越不好打 所以通常会在 大的场馆里出现 放高球也会得分得起 对 像丁牛都特别晒 对 丁牛是专家 所以在大的场馆里 放高球会很有安全感 可能也跟我自己 就是说打法体系有关 因为我本身 中远台要更好一些 所以我对空间感的感觉 其实远了以后 我感觉更好一些 你看就下旋球 明显感觉 就是有点掉 不是说特别走 这个我们说的掉 其实就是落台之后 它往 崩起来之后 直接往下钻 对 有点往下 对 所以可能下旋的时候 需要再赢前 主动赢前一点才行 包括盯得再紧一些 我觉得莎莎在开局后 看到对方还是有一定实力和特点的 包括正手这个颗粒 而且反手的相持能力还不错 这个小女生 直接盼了一分 好的 希望刚刚 场上的插曲 不要对现场杀造成影响 其实这种情况 也是会在赛前去做好准备的 对 形成相持 感觉这名选手的特点 包括整体质量 要比刚刚那一名 在那大选手要强很多 他可能感觉就是速度要更快 整个动作小一些 就速度衔接更快一些 感觉能使得上劲 有点球 看到了 马林之道 你看这个第一局杀杀的这个正手 我今天 这个还需要后续再观察 因为这个 才第一局 对第一局 对 好的 这小姑娘速度还是很快的 而且刚刚那球有点擦边了 对 其实这球拉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拉的不错 这次他就是有一个变化了 前面发了一个长的嘛 然后这球换了短 他刚刚那球我感觉晒还有点犹豫 是反手拧还是正手接 7比7 第一局来看这个 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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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加拿大的这个小选手 打球出手还是很冷 对 很突然 刚刚说的有的时候 真的是很突然 对 上来有的时候有点小冷板 对 这样反倒你打球的节奏不好顺上 看这两个球明显有点着急了 对 看那个比分还是比较接近 又来到了8比8 对 有点想法了 对 想要这个加点质量 其实两位也都经历过被冲击的这种状态和阶段 一旦进入到这种阶段的时候 对方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发挥 去打一些超常规的激战术 但是可能对于被冲击的一方 他一定要做好自己 不能有任何的披露 所以这种心态还是比较考验人的 对 但是你既然有这个实力站到这个位置 那你就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个实力 所以这个是每个运动员是必经的 它不光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磨练 我觉得你的技术已经到这个水平了 包括你的实力确实可以足以让你支撑 你有这么大的自信 强大的自信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真的两个人敲锋的时候 你基本出手在五个球之内 你基本就知道你的水平 能不能掌控这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像孙景莎现在 除非碰到一些更高级别的冲击 那现在像这种级别的选手 应该对他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但是如果说像碰到日本队那几个选手的冲击 或者是甚至于说像香港队的杜凯琴 或者是国外选手 比方说什么单小娜 就类似于这个级别的 一流选手的这种冲击 其实会让他有的时候 在心里上有一点点起伏 会让他觉得好像对手跟之前不一样 其实不是对手跟之前不一样 是他自己跟之前不一样 欲带王冠必成其重 对 好 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我觉得相信通过第一局 相对有些胶着的局面 第二局两个人都会打得更放开一些 对 从第一局看 莎莎还没有太找到节奏 对 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体系 对 哇 这球 哇 哇 好球啊 这球 好球 这个双方都是一个 是 正交能和反交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 扛这么几把确实也不太容易 对 但是现在改了大球以后 反倒正交生交还真的是会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优势 因为确实拳战没有那么强了 嗯 这是一个死网 其实莎莎从第一局开始发球 一直是这个高抛吧 就是说发到她的中间反手 其实我觉得莎莎可以往她正守位啊 包括因为正交其实正位 半出台这个揭发球啊 包括她勾手如果勾到这个小孩正守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套路 可以换一换 现在这个发球轮打得有点单 看几乎都是这种反手比较顺的棋板 对 就要不然就反手中间短 偏中间短 要不然就反手长 但是这个 其实这个小孩反手就还是有点这个杀伤力的 就主体 而且有一板挺抽的这一板 对 其实现在应该调动一下 她的这个注意力也好啊 这种就可以往她正守位这边 小三角啊 发一发 因为娇莉儿是没有什么好球 就是让她用正守接 对 其实娇莉儿是有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相对固定一些的处理球的方式 对 然后让她中性接下来 就莎莎直接可以杀板 来到了第二局 能够看到孙颖莎明显在正守位的连续 和上手上加强了注意 对 因为莎莎正守确实还是不错的 真的在女选手里 尤其是正守的连续 真的 她用这个重心 包括用腰发力的这种感觉 还真的是很有天赋的 很像男子选手 三比三 哇 好球 好球 这个其实也是算到了 对 三比四 其实莎莎这个发球 始终我认为 她应该在这个阶段 她应该加一加发球了 对 她的发球太单一 并不是她这一场运用的单一 我觉得这是一 对 她的体系确实有点单一了 她就是一个小侧拳 到现在 她依然还是 对 会发一点小侧拳 但是一直没有那个 她不太用 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套路 或者转不转她也没有 对 包括站在中间位发也没有 就是基本上发球的体系 太单一了 现在她慢慢慢慢展露 在世人的面前 包括已经打到这种水平了 已经三年到四年的时间了 大家对她的这个整体的套路 已经暴露在全世界下来 对 这个时候 你自己的技术上 如果在一些套路上 没有更新的话 你很容易被别人去突破 这个小姑娘打球 冷面杀手 没表情 没表情 不像上一个 对 所以说这个 每个运动员的这个性格特质 从这个表情上 从眼神上也是能看出来 而且包括她出手也很冷 对 包括有的时候 我们看她发这个反手 被底线长球的时候 很突然 这小姑娘 在加拿大应该是赢不了刚才那个选手 就是那个咱们看似比较平淡的那个 因为那个虽然看似比较平淡 但是很有实力 他应该赢不了 这名选手可能显得特点比较突然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你是到底想碰一个就是实力比较强 但是可能就看起来两个回合很多 但是你基本上节奏在你掌控 还是打一个可能感觉球很一般 但是他特长特别突出 挺狠的那种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两个相比的话 就这种对手有的时候 这种特长突出的 反倒会让你感觉心里边有点咯噔咯噔的 有的时候 因为你有的时候不好把控 对 就不知道他会打出什么球 对 他差有可能就几分就输给你了 但他这局就打好了 那你一下比分就给你咬住 他在8比8 9比9的时候 他真的有一个特别这个 无意料的 对 哪个球 哪个技术 马上就会给你心里造成很大的压力 看得好 李孙知道 但我觉得第三局 因为打到第三局 因为莎莎还 对 就是现在发球 我觉得就像关姐说 就是他发球轮应该 这时候也应该再换一换 就站在中间 对吧 就视角 因为他也是作为配套体系 他是有的 对 也应该发一发 除了侧悬站在这个原来的位置上 好 可能现在说是想让他的这个 稍微可以稳一点 就是攻防转换再打一打 对对对 就再试一试 主要其实可以看出 就还是通过第一场比赛 在找找各种感觉 进攻啊 相持啊 防守啊 防转攻啊 就是同不同的体系 找找感觉 对 有时候包括我们在2本领先的时候 在这种比赛我们是故意辟偿 就想找一找对方拉起来 要去防一下 防的感觉 对对 也会有这样的 也就是说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 自己要制造一些 对 我们看幸福莎对于对方的这个底线长球啊 已经完全适应了 对 拿得很透了 他也是套路比较固定啊 一长一短这样反手的配合 非常可爱啊 再带 再发带 发带 好的 发带带上也是准备上场了 对 准备准备 应该 所以我们场上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比较凶狠啊 对 他在场下都是有非常可爱的 又盼了一个发球好像 其实这个也就是对上这个加拿大这个选手了 如果说这个要是在四季半决赛或者决赛 如果盼发球的话 这个肯定要 今天就要心理上 本身孙颖沙的发球是比较单一 如果盼了你这个发球 你一旦把注意点在你自己的发球上 你没有提气了呀 所以就这个时候就会 下一场我认为今天中国队回去以后 在总结的时候一定会 特别提醒 提醒一下下他的发球 而且我觉得也会去跟这个裁判 再去沟通通一下 包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陈梦的发球也是被裁判判了一个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不去去跟裁判组沟通的话 他会下来去跟这个主裁去反映 说我在这场比赛去判了几个球 那裁判也会开会 那他一旦反映 但其他的裁判也会注意你 就会认为好像被你引导了一下 或者是在看到运动女团的时候 他也会去判他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争辩一下 也不一定是坏事 换了一个发球 但是我发现这个小女生就是 这个女孩就每次沙沙侧身这个球 有的时候这个冲拉的时候 他低下的自然反应防守还是挺好的 对 基本上都有个回头 对 换钩了 换发球了 好的 加拿大这小将还是有一定防守能力的 可能还是不错的 真的起码是能过两下三下 把台把的还是不错的 对 而且其实在外国选择乒乓球这项运动 去发展的小朋友 包括年轻队员也好 通常都是手感比较好 确实在天赋上 和同龄人士有很大差别才会去 走这样一条路 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外选手 他有的时候真的防守很好 或者他经常会跟男运动员训练 对 因为他对手少 对吧 所以他就是男女在一起练 他也不分男队女队 因为他们的这个队伍的剑制 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有的时候反倒 男运动员的 高主导冲 他更适应 你退到中台 你中阳台 你去冲 他反倒觉得很舒服 因为他平时练的就是这种感觉 他到现在也是叫一个暂停 也是希望再缓一缓 慢慢再多 就是再让他想想好 再打这最后几分 但是我们看 其实进行到现在第三局的中段 这名15岁的小将 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 对 其实这种情况 对于外协会的学生来说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球迷 应该是喜闻乐见的 对 有一些新生的力量能够出现 尤其是这样的选手 如果碰到了别的学会 真的不一定 他会三比零又输 或者是有可能 他暴冷还会赢一个名将 也不一定的 因为每一次世界锦标赛 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美方或者之前 美国队的艾蜜王 对 都是同事 对 但在这种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旦突破不了的话 还是会沮丧 还是会有这种情绪的起伏 我感觉在第三局的暂停过后 刘家精的整体的状态 他就不像前两局那么的收放自如了 擦边了 擦边了 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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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不是柯莉的选手 在处理球的过程当中 擦边擦往的情况 也会更多一些 对 因为柯莉的话 因为他不能制造弧线和旋转 所以说 就是旋转可以 但弧线它不是特别好制造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 有一点擦往擦边那种 对 五十八 但这个战术是没错的 主动的去批到了对方的正守卫 没有关系 因为刚刚莎莎也是领先 所以他肯定想着说 换一换落点 然后来找找这种防守的角度 继续批长 这种感觉这种相吹 这种借力发力的时候 明显感觉就是 一下就顶到了 其实因为在每个队伍比赛前 也会有适应场地的这样机会 但是 无论在适应场地和比赛的感觉 还是有区别的 会有一些 再一个主要是这个质量 好的 好球 包括这个我们 其实中国队自己在适应场地 你肯定跟自己的队员练嘛 那每天都跟自己的队员练 你的节奏都是很适应的 那外国选手的节奏 其实跟你的中国队的 整体打球的节奏 还是不一样 所以说到比赛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这段话 四永沙也是以3比0的总比分